您现在收看的是10月25号星期五晚上的BOA卫视新闻 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 主持人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欢迎海涛 余文好 是海涛我们继续来谈谈薄熙来终审宣判 那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当然事前大家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呢大家比较关注是整个这个过程的时候 它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注意到这整个庭审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有一点刚刚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也提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外国媒体一直在现场等到11点半 才得到新闻发布会的这个通知 那么但是呢新华社早在那之前半个多小时就发布新闻稿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跟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新华社它也是通过它的这个微博发出来的 而前方的记者呢 他们在那个记者那个大家规定那个聚集那个会议室里头 他没有办法来查这些东西 所以呢济南政府就是济南法庭 就是山东高院他利用这个时间差 就是打了一个这么一个球 那么结果呢就是进入那个法庭到前方地线采访的记者呢 反而不如在不如坐在这个办公室这些后方记者来得快 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刚才周耀顿教授也提到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基层底下的一个技术错误 但是我认为呢很可能这个层面的原因要高于 可能是有刻意的安排 基层基层 有可能OK好的那么继续我们要来看看 今天的中国媒体我相信对于薄熙来这个终审宣判啊 审结了他们也有一些评论 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国媒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评论文章 有很多的报道 但是现在发表评论呢 为时还过早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25号中国时间中午接近时间发生的 那么这时候呢 所有的报纸都出了 要有一些评论可能在晚报 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呢 中央的大媒体还有各门户网站呢 他都是把新华社发这个通稿呢 作为一篇这个上网的材料 在网上迅速了 和各大媒体也都是这样 作为上网的材料 那么要等到评论呢 比方说人民日报新华社正式发表评论 他们肯定要发表的 但是一般要等到一天之后才会发表评论 是我们还会密切的来关注 不过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在场外有很多的外国媒体 当然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的走向 那么今天的这个外国媒体 他们普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报道 外国媒体当然发得很快了 尽管有记者和东方在一起的记者 他们没有 但是很多后方记者都发出报道 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什么华尔街日报 英国广播公司 甚至包括我们美国之音 还有很多的这个南华早报啦 等等等 他们都发 很快就发出报道 但一般评论很少 但是每一篇报呢 都说了很多具体的 后面的东西 就是观众听读者说 不知道的东西 他们每一篇报道呢 都是一篇解释性的报道 或者也是背景性的报道 增加了很多背景性的资料 让读者和观众 从中间得到更多的信息 而不仅仅像中国的那些报道一样 就是简单的事实 近南高院维护了中院的这个原判 等等 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 就是西方的报道 它都是有这么一个特色 是没错 他当然 可能也顾及到很多的观众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有关薄熙来案的整个来龙去脉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背景的介绍 那当然看完了海外媒体 我们要继续回到中国 中国的网民们 刚刚我们也讲了 这个实际上虽然是没有什么悬念 但他们仍然是很关注 在今天的二审的这个审判结果 那包括美国基因的网站上 也有许许多多的网友留言 那在中国的网民 他们普遍反应是什么呢 普遍反应就是说 有不少人支持政府的这个做法 但是也有很多的网民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我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以前呢 包括薄熙来案一审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腾讯啊 或者新浪微博 它是封的 这次呢 你把所有的东西打进去 全部都出来 所以大家说 在几个小时内 有几百万的读者的跟贴 是评论 就是不光是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它都是这样的 它几乎不封你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说 他们不像这个海外媒体 刚才我应该补充 比方说 CNN有线电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他们报道这条的时候呢 他们指出很多的细节 这细节是大家不知道的 比方说这次 博案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他们据他们调查 就接近法庭人事调查 这个一共维持了 大概四五十分钟 这四五十分钟当中呢 我们所有的报道 都看不出薄熙来有什么反应 只有CNN的报道 他说薄熙来当庭 有多次就打断法官的这个说话 就是我 你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我的这个上诉 我提出了11点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 实际上薄熙来提出的 这个11点呢 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第二点 他说是这个 这个不能按照古开来的证词来说 因为古开来他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们判王立军 把他判了15年 说他是叛逃罪 而我的这个 所谓这个 就是烂权罪呢 是因为在 王立军的叛逃罪基础上 结果他这个首要的这个罪 他判了15年 我这个作为这个 呃 次要的这个 反而判了无期 所以这是 不合理不合法的 但是中国的法院认定 就是说 王立军 不是就是薄熙来提出的11条 全都和事实无关 全都和事实无据 这显然是和事实不符合的 确实啊 那么当然了 我们知道这个有关于中外媒体 所以今天薄熙来案终审宣判 有什么样的一个 报道的内容 我知道这个海涛 还会继续我们做详尽的报道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有关各界的反应 我们也欢迎您 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来查询美国之音的详尽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继续看看 在日内瓦 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 他们提出了200多项的建议 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